香港有哪些美食小吃集中地呢 未来准备来香港旅游的朋友啊 记得赶快收藏 第一呢望角附近登大世界 第二全湾附近奎冲广场 第三呢港岛东部西湾河泰安楼 以及烧鸡湾东大街 第四呢尖沙嘴附近厚福节 那今天大鹅呢就带你们逛一逛 大吉大利厚福节 不要小看这条小巷子 这里面呢可是云集了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在这里开店啊没有两把刷子 真的不行 今天打卡的这家店呢是一家台湾的面馆 我们点了两碗面点了几个小时 第一道呢还是牛肉米线 你别看香港一碗米线要几十块 但是呢真的都是真材实料 牛肉的量非常的大 牛肉呢是先炒后焖底 所以说肉质非常软烂 汤虽然是蛋口的 但味道却很相同 第二道招牌要善养生农场鸡面 里面主要是鸡肉红草花木耳红枣香菇 那这个味道呢其实香港人比较熟悉的 因为在香港吃打边炉啊 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汤底 鸡肉呢软嫩滑 没有任何腥味 处理的非常棒 好吃呢又健常 另外来到台式的餐厅 小时更是特色 各种严肃的系列非常的地道 严肃鸡啊严肃墨鱼冲件 酥脆呢却不油腻 如果老板啊未来能在小时菜单里 加一个台中的焯豆腐和大肠包小肠 就更完美了 总体来说呢这家店的储品还算不错 尤其是牛肉米线 是我个人的最爱 喜欢吃台式美食的朋友可以冲了 好了关注大哥带你品尝更多香港美食